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加入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要來介紹這個 繼續我們的 結合的總複習 我們上一集在討論說 要怎麼樣你才可以確定兩個線段相等 因為我們需要線段相等來證明 最常證明就是全等 對不對 以及這個也順便討論了說 怎麼樣求出線段長 我們學過哪些方式求出一個線段長 那當然我們 還有一種方式可以求出線段長 就是色位之數 不過這個我們目前還沒有討論到 那我們在這一集要來介紹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兩個線段 有成一種固定的比例 線段成比例 那我們在開始討論到 這個線段成比例 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之前呢 我們先來整理一下成比例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可以現在想想看 就是怎麼樣會有線段成比例 那我要說明的就是說 我們在講到這個成比例的時候要注意這點 A比B A比B 如果會等於C比D的話 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在那個 比與比值那一張 我們 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A比B如果會等於C比D的話 那麼 A比C就會等於B比D 然後 這樣子的話 那個我們都知道 比可以寫成比值嘛 就分數喔 你會得到B分之A 會等於D分之C 又或者 你可能會看到的是 C分之A 會等於D分之B 也就是說這些都是一樣的喔 這是同一件事情喔 那麼呢 其實這兩個 你等於是把這個乘上去 這個除下來就會變這樣子 對不對 那更甚至 我們可能看到的也不是 你現在看到就是 我們是用比的對不對 那更甚至我們可能看到的不是用比的 我們可能看到的是怎麼樣 交叉相乘 你會看到 A D 等於C B B 交叉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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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相乘內相 外相乘外相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看到的是乘的 那在這裡要提醒的就是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 題目會要你證明 比如說要你證明這個 A B 乘 B C 等於 C D 乘 D 我亂寫的 這個 符號我隨便寫的 題目可能要你證明這樣子 那你想說我怎麼知道這個層 嗯 面積嗎 底層高嗎 那 留意這一點 就是也許它不是要你這樣成的 也許它是要你怎麼樣呢 它是要你把它除下來 這個除過去 當分母 也就是它其實是要你取得比例 取得 AB 比上CD 會是 A珠比上BC 這樣子的比例 那這個比例怎麼來 欸 接下來就要討論啦 我們怎麼樣會知道兩個線段成比例 那麼最容易看到的就是 我要把最容易看到那個講調 相似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到相似型的 如果你剛才腦海裡全部都是相似型的話 哎呀 不好意思我把它講掉了 那就換你 換你想 這個 給你兩秒鐘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現段成比例 其實我們在上一集討論 過滿 討論到滿多的啦 什麼 內分比 外分比 我們外分比的公式比較少 我都現場推的 那講到內分比外分比就有什麼 其實內分比外分比 我們那個時候說可以用相似型證 對不對 字幕定理 就是等 直角三角形斜邊上曲高 這也是用相似型證的 還有一個用相似型證的是什麼 沉密性質 對不對 那 如果你還有印象 子母定理他沉密性質就會寫成這樣子 對不對 就會寫成這樣 用線段乘起來的 那子母定理 因為他 他跟那個 期限長性質一樣 他有一邊會 在兩個相似型裡都有 所以他會出現 就是說 AB乘AC是AD平方 之類的 這樣子的描述 這個 如果你忘記怎麼證 或甚至你忘記這個性質 那請這個 回去看 子母定理在相似型那一張 然後 沉密性質在圓 圓的角度 因為他要用圓周角 所以是 圓的 就是第二張 圓的角度的那一張 那還有什麼東西 會讓我們取到等比例呢 還有什麼 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其實這也是 像是行正的 那還有什麼 會讓我們取到等比例 我們剛剛講的 都是直接取到一個 成正比 其實有一個情況下 會讓我們取到成反比 什麼 三角形 等面 基的話 對不對 底跟高層反比 那如果是等底的話 面積跟高層正比 如果是等高的話 面積跟底層正比 那這個我就不多寫 你自己假如寫他 筆基本上可以寫 那其實我們剛剛 在上一集有提到這個 內分比性值 也可以用 這個 用這種方式來證明 就是 等底 同底或等高的方式來證明 那我們在這個 學習同底或等高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那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學生最容易有的困惑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是要用 同底還是等高 比如說像這裡有三角形 對不對 A B C D 像這樣子 然後2比3 然後問你這兩個面積是幾比幾 好 那這個 如果你 你之前都有一路一直看有熊老師的影片 其實這個你應該要會啦 因為我們真的是做很多 也解釋很多了 那 這個 不過如果 對學生來說 如果他剛接觸 那他可能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這個2比3不是高啊 對不對 這個2比3不是高 那我怎麼知道他是同底還是等高 你說 這個 ABC 假如我問你ABC跟BC株 他的面積比 這樣是幾面積 對不對 他們有沒有同底 其實他們有同底耶 ABC和BC株 同底是這一條 他們共用BC啊 那只是說他共用BC 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的高的比 他的高的比 這個是這個嘛 這個是這個嘛 那很有可能 學生啊 學生很有可能連這兩個高都不會畫出來 就是說 因為這兩個高不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學生根本不會去畫 那不會去畫 當然就沒有後續的討論 那如果說到學到這個時候 第一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要這樣比 你的高要能夠畫出來 這已經要 這個不是知識的問題 就是說 動手去畫圖 動手去推論 也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講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於是你把高畫出來之後 你看不看得出來 他的高是幾比幾呢 其實因為我們已經學過相似型了 我把這個塗掉 我們已經學過相似型了 所以這裡這一條比這一條是3比5 那你就會發現他同底嘛 然後高一個是3一個是5 所以他的面積 ABC是5 然後BCD是3 是5比3這樣子 那其實是比得出來 不是比不出來的 只是說在學習同底等高的這個時候 學生通常都沒有這樣子的推論能力 那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學過相似型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就是他們不會願意把這個高畫出來 去推論 他們會盯著他一直看 然後 我都跟很多學生一直講 你該怎麼樣 該畫什麼線就要畫 不要盯著他一直發呆 那老師 真的要用機會證明這一點 就是說你動手下去 畫一兩條線出來 你就會知道後面要怎麼做 這件事情要慢慢的對學生證明 讓他們懂得說 對我其實應該要動手去畫 要不然真的養成那種 一直盯著題目看的習慣很不好 那於是他看不出來嘛 同底你就找不到高的比 那所以就改去選擇這個等高這件事情 所以說到底是要選同底還是要選等高 那這個判斷方式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要選擇用同底來去思考 這兩個三角形 這一個跟ABC 如果你要選擇用同底的話 你找不找得到高的比 如果你要選擇用等高的話 你找不找得到底的比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如果用等高來看待他 BCD和ABC 有沒有等高呢 剛剛畫已經知道高不一樣了 當然他的底有三條 他的高也會有三條 怎麼樣叫等高 這個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在那個時候有介紹 等高的判斷就是 底在同一直線上 而且頂點一樣 也就是說我現在這裡有一個 這個把他抄上去 我要輪帽囉 也就是說我現在有一條線嘛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 ABC 和這個三角形 CDE 好那這樣你就懂我的意思了吧 底是在同一條直線上的嘛 然後他這個底的對面那個頂點 是同一個 那他的高就是同一條 他們的高都是這一條 對不對 好 所以判斷等高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去看有沒有 底在同一條直線上 而且他頂點一樣 你就會發現 他特別標的這個2跟3 他這一條線 AC 是 ABC的底 然後如果你看3這段CD 是 BCD的筆 對不對 所以 ABC和BCD 等高 然後底的筆是3比5 這樣可以比出來 那 當然這個我們已經教過了 那教過的話 複習一下理論上 你都應該要 能夠掌握得到了 欸 丟掉 丟太快了 所以 我們目前到 從剛才到現在 介紹的這一些 能夠取得 線段比例 相似其 內分比 外分比 之目定理 沉密性質 平行線結 等線段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同底等高 那最後還有一個 你看我們在前面介紹 那個線段等長的時候 我們說 最後一個我們講的都是那個 圖形直接移動 所以我們上面最後一個 上一集 最後一個是說那個 摺疊和旋轉 所以我們這一集的最後一個是 縮放 這是 12345678 題目直接跟你說 我把圖形 放大幾倍 縮小幾倍 這樣子 那這樣子也會是 一個可以用來取得 線段乘比例的方式 那我們這一集 除了討論線段乘比例之外 我們要討論第二件事情 就是要如何確定 兩條線平行 如何確定兩條線平行的一個方法 證明平行最傳統的方式 兩條線垂直於同一線 這就是平行最最基礎的定義 那當然應該說 平行最基礎的定義 其實是兩條線永遠不會相交 但是這個永遠不會相交 你要怎麼證明 就讓他走到無線遠 然後一直看他有沒有相交 沒有辦法 所以延伸過來平行線的另外一個定義 是 假如說L跟M平行 L上的任意點到M的距離 那這個點到直線距離是直角 L上的任意點到M的距離 會一直維持固定值 這樣子 這個是平行的第二個定義 對不對 那我們實際上 我們用來證明的 證明他平行的方式 是用這一個 就是兩條線跟同一條線垂直 這樣子我們說 這兩條線是平行線 那於是衍生出來平行線最早學到的 三個性質 什麼 這個 同位腳相 等 內錯腳相等 同側內腳互補 對不對 這是平行線 這樣我們可以證明 第二個我們可以證明他是平行的方式 就是證明他是平行四邊形 可是證明他是平行四邊形 好像要先知道他 是有平行嗎 一雙對邊平行且相等 對不對 那或者是兩雙對邊互相平行 對不對 那如果是兩雙對邊互相相等呢 也可以啊 所以你看我這樣是不是 透過兩雙對邊 互相相等 我就知道他是平行的 對不對 那又或者透過什麼 透過 你看我們 一邊講平行 一邊就講平行四邊形 透過 對角線互相平分 這樣子我也證出來他是 平行四邊形 那我也就知道他的對邊有平行 對不對 那我們還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知道他有平行 所以其實就是你想想看 平行線到底會怎麼樣 那反過來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平行 對不對 我們在哪裡學過平行線會怎麼樣 平行線會結等弧 所以我如果可以知道這個弧跟這個弧一樣的話 透過內錯角相等 我就可以知道這兩條星星 同樣的道理 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對不對 所以 要再多一條 或者是上面要 上面要 鋸起來 所以說從這個三角形 如果他這邊比這邊 跟這邊比這邊 一樣 我就知道他這條線跟底邊有平行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還在什麼情況下知道他有平行 好 就是我們題目直接講到平移 對不對 那我們在那個平面坐標裡面 也有提到說 如果是斜率相等 也就是X 那個二元一次方乘是一條斜直線 如果X的係數跟Y的係數成比例的話 那他的斜率就會相等 他要不然就是平行 要不然就重合 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也會知道他是平行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次的作業 上次的作業有這麼一題 在原ABCD上面 他跟你說AD是直徑 然後說有一條弦是BC 然後AH是垂直於BC的 要證明ABXAC會等於ADXAH 那這個證明呢 你不會把它整個證出來 沒有關係 可是你至少要知道一點 怎麼樣 就是你至少要知道說 其實你要證的 這個ABXAC等於ADXAH呢 可以變成這樣 就是你把AC除下來 把AD除下來 其實他是要你證 AD分之AB 會等於AC分之AH 我們來寫在這邊 把兩邊同除AC和AD 把兩邊同除AC和AD 這樣子 又或者你兩邊同除這個AC和AH 好 這樣子 可以嗎 那這兩個證明方式 有點不一樣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今天我要證這個ABXA AB比A珠是AH比AC 那 好 我們前面就講到說 通常這個比例從相似形正 那相似形的話 代表說AB跟A珠 他可能是 一個三角形裡面的兩邊 也就是你要有一個三角形 他兩邊既有AB 又有A珠 那現在看到AB在這裡 A珠在這裡 這一點當然我知道 對很多學生來說 有點困難 就是 做輔助線 連接B珠 連接B珠 另外一個三角形是有AC又有AH的 可以嗎 連接B珠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 假如說我已經告訴你要連接B珠了 好 那你要能夠看出來一點 好 這是直徑 這個 這個 角 AB珠呢 他是90度的 會等於角 AHC 這一點 要看得出來 那 我知道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不是不知道 我是 不知道 要去看這個 那我剛剛都已經講了齁 你有一個三角形 AB珠 他既有AB又有A珠 另外一個三角形有AH又有AC 是AHC 那這裡 你既然要證明這兩個相似 有角不試試看嗎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告訴你這兩個角直角了 這是最難克服的 我又告訴你了 剩下那個條件很容易克服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已經說了喔 AB珠會相似於AHC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條件是什麼 這個總該說出來 那另外一個條件是 A珠等於 角珠等於角C 那如果說到這裡 那個學生仍然 就是你說到這裡 你還可以問為什麼 問學生為什麼 那如果學生連這個 為什麼都答不出來的話 那真的就是 怎麼講 留下課後輔導 這個就一定要講出來了啦 角珠為什麼會等於角C 因為對同一個角 對同一個虎AB虎嘛 角珠等於2分之1AB虎 角C 那麼所以從這兩點得知 所以 三角形AB珠會相似於三角形AHC 那麼於是就 這樣好 然後就可以形成現在正成這樣子 最後一行不寫了喔 那其實你透過這個對 對應編成比例 你也可以說AB比AH等於A珠比AC 那這個直接轉過來也可以 那不過在這裡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式證 如果我們試著尋找 我們剛才尋找的是什麼 AB珠跟AHC 因為我們說要去尋找 有AB和A珠的三角形 和有AH和AC的三角形 對不對 那當然有學生會想說 我怎麼知道要找這個 OK啊我們找別的 我們現在改來一樣 我要去證這個 或者是你說你要證這個 但是你要用對應編成比例也可以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改去尋找的是 有AB又有AH的三角形 有AB又有AH的三角形 那這個就是ABH啦 另外一個是有A珠又有AC的三角形 那這個應該就是A珠C了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正法 其實就是說 不是說第二個正法只能證這個 第一個正法也能證這個 但是就是我們提供第二個正法 連接 C珠 連接C珠 我們在上面這裡多一個 在三角形 我們剛剛證的是AB珠和 ACH中 算了這行不寫 沒位置寫 你們自己寫 我就不寫了 那下面這個是在三角形 ABH和AHC中 那你現在還沒有正相似 所以那個腳不用對到沒關係 等一下寫相似的時候就要對到 那麼來證明看看囉 不是喔 我在三角形ABH和AHC中 所以證明ABH和AHC有相似 其實跟上面這個幾乎一模一樣的正法 你會先證明到 角AC珠也是90度 剛沒有問耶 為什麼是90度 因為他 這個圓周上任一點到直徑兩端夾90度 可以嗎 所以 所以角A珠C到 角A珠C是90度 他的 他的 所對乎是半圓 那就會等於 角AHB 然後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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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才一樣啦 有一個這個 ABH這個角 會等於A珠C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呢 所以 切 ABH是 是 比較大的 尖的 瑞角 90度 ABH 所以是 A珠C 所以AB比AH 等於 A珠C 那這樣子 就證明完了 好 這樣就證明完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 好 這是這次的作業 這個 我們 因為是總複習了 好 那我們出的作業都小有難度 大家動腦想一想 也算是 補期我們之前有一些沒有教的題目 比較難的題目 那其中或者是 除了 小有難度的比較難的題目 就是這種 很基本的 看來是非常重要的證明題 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證明題 試著自己正正看 像這個也是 是 球 三角形 ABP的面積 這一點 特別 那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 好嗎 我